辛苦 辛苦 谢谢大家 收到阿中部长亲自打气 医护们好开心 第四轮预约疫苗如火如荼开打 三重级板桥禁司堂服务再升级 总共装了48个电风扇 电扇加上手务撑散 从报道区就有帐篷一路延伸 大热天下完全不怕太阳晒 让民众可以束缚等待 这个院内有没有打过疫苗 没有 看民众聊聊天让他放心接种 陈时中也大赞接种站的动线 竟然有序 志工们特地准备小惊喜 阿中部长爸爸觉得快乐 不但是专业够 最重要是温馨 我们志工们的一个爱心的展现 带来安定的力量 巧遇到陈部长 对我们觉得就是 台湾疫苗真的还做得不错 那个禁止场的所有流程也都还不错 接种站平均一天都要服务到1000人次 医护和志工们从6月15号以来轮番上阵 很累依旧全力以赴 去体会民众会不会有不舒服 然后去帮他们做调整 回去的衣服都是时光光的 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爱 所以大家像一家人一样 力拼让大家都能有保护力 陈世中也信心喊话 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社会的力量 那我们防疫一定会成功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达新闻 现山田至中台北报道